下半場,不過呢,講是沒用的,因為實際才有用 那現在呢,有兩個問題呢,第一就是說,那個六十至六十四歲呢,其實你自己文件都特別提到這一點的 那就是在你的文件的第三、四頁降了的了,就說你都會將它們呢,是會放進去其中一部份,就是那個中緩那個補助金 但是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呢,這一批的長者呢,其實正如你講,做得事的都不會等你施捨的了 因為事實上,他們都很多門檻,很多關卡,甚至是給社會,加上政府的主動的歧視,令到他們都很,即日子都不易過 但是對於一些,基本上是找事做都盡力是做不到的那些 六十至六十四歲這一批,即是政府是一腳踢走那批 那部分的初老那些,其實還有很多的在你那個計劃裏面,一些的補助的 包括是,我不再重複了,你那一系列原本給他們的補助金那些,政府會不會給他們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即是你做那麼多事,即是難聽一點,都是煩眾憎 亦都是,我對於很多長者是相天去你的贏,但是去到現在,最後這一次,會不會給他們 第二個更加重要呢,就是講回那個,特別補助金裏面,其實有很多都是不合時宜的 譬如舉個例,你現在給那些,就是顧望電話又給,但是實際上很多人都已經,你明白他為了生存 他都不可以顧望電話,舉個例,有一些如果他拿不到你的電話,醫生又看不到,收不到訊息的話 就不懂得回去覆診等等,其實他是需要一個,舉個例,一個流動電話 才能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生存到,還有其他的一些隨著時日去改變的一些做法 那政府,一直都在說,就不肯整體去檢討充緩,那這個真是令我們遺憾 但是對於這些特別津貼,政府幾時,即你開始做,幾時會有個成績表去檢討 以及幾時會實行,兩個問題 煎局長 主席,我在開場白都說了,這些有關特別津貼或者補助金,我們都會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有關檢討工作 主席,如果我們能夠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有關檢討工作,當然要涉及到那個所謂的改動有幾大 是,一般如果那個在我們的系統裡頭的更改,通常我們最少,少則要九個月,長則要多於九個月的 那當然有些的安排就要視乎那個運作情況是怎樣的,所以可能不同的項目的時間表都可能有少許差異 但是如果你說續項去改,不同時間去公布會很混亂,所以一並,我相信幾有可能就是我們檢討完成之後,政府在有關決策定了之後,我相信在2020至2021年那個財政年度應該有機會可以實行的 好,那那個六十至六十四歲那裏可不可以補回給他們? 主席,這個就是正正剛才我都,我想再重複了,我們是有關這些特別津貼和補助金的檢討 那麼在今年完成了這個檢討之後,那麼我們又就會公布那個結果 那個是沒有關的,主席,那個是你補回給他的 即他原本是這一批的六十至六十四歲,他是在你未用這個方法趕走他之前,他是在拿的 你現在給他,他沒有額外多度 多謝這個問題,第一,我們沒有趕走任何人 任何現在六十至六十四歲,拿中緩的人也不受影響,所以沒有給他那個問題 但是多謝主席 語言藝術來的,主席,答入六十歲了 這是事實來的,六十至六十四歲,現在拿中緩的人也不受影響,所以我們沒有拿走任何東西 所以也沒有需要給他 第二,可以再問了,郭醫生,接著來是郭偉強議員 多謝主席,我想毫無疑問,調高長者縱緩年齡這個安排的確是操之過急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在想辦法怎樣令到一些新的申請 因為舊的申請不受影響,大家清楚了 新的申請,他們怎樣拿回原有的東西,或者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呢 我想大家是關心的 因為呢,其實那個特別津貼呢,原本工療會想提,就是說 無論你有沒有調高長者縱緩年齡都好,我們認為就算健全成人都面對一定的困難的 因為你的特別津貼呢,包括太多太多東西了 裡面講到有水費啦,排污費啦,一些煤氣費啦,電費啦,搬簽津貼啦,電話費啦,家庭津貼啦,醫藥啦等等 這些呢,其實就算健全成人,如果他萬一有病痛遇到的話呢 當然有病痛可以,他拿著張紙去看醫生啦 另外有一些,醫療都開不到的那些呢,其實他們都是有需要的 牙科都是我們提過的,所以我們認為呢,整個檢討呢 不只是針對哪一個年齡群,是整個系統要重新檢視一次 但是這次大家看到,因為60至60,即是調高了這個長者縱緩年齡呢 其實大家,那個著緊程度是加大了 大家都會問,喂,怎樣可以不要那麼大改變啊,不要那麼大影響啊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是最艱難的那一班 大家都在問,可不可以不要扣啊 雖然局長剛才提到,不如做完檢討才回答吧 不如我,即剛才他也回答不了郭家麒啦 不如我們就說,我們有強烈要求呢 就是就算新的申請,你也不要扣著 因為現在銀發就業的市場呢,根本不成熟 就算勞工處都交不到數字 究竟他撮合了多少銀發的長者去就業 那所以呢,我覺得真是要局方呢 三思和仔細做有關的工作 那我想問一下局長,究竟在勞工處那邊 其實你們自己拿著的數字,你覺得滿不滿意? 因為我,我就不滿意的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滿不滿意? 是的,謝謝主席 先告張 主席 第一呢,我想大家如果留意,大家可以看回有關那個 中環的制度裏頭的指引 就是清楚告訴大家 是有部分的,譬如 剛才過兒講的,譬如水費、排污費、津貼 是健全的成人和兒童都可以得到這些津貼的人 所以那個是不受影響的 有一些特別的,譬如醫療那些津貼呢 實際上如果他是一個有健康,有這些所謂醫療的需要的朋友 這些津貼都可以給他 但這個呢,之所以不涉及到健全成人 譬如舉個例子,那些特別膳食 那那些通常就是那些殘疾人士 或者他是我們叫健康欠佳的人士才能領取到的 那所謂健全的成人,不管他幾多歲都好 一般來說,他就不需要拿些特別的膳食津貼 或者是這些特別的醫療那些的開支 但所有中環的人士,他去我們公立的醫療 都是得到那個醫療費用的那個豁免 就是藥物等等全部都是豁免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今次檢討呢 正如剛才我開場都提到 實際上我們在去年年中開始已經整理有關資料 開始去進入這個探討的階段 我們希望今年去完成這個檢討 就不只是說哪一個歲數的人 我們是在看整個制度裡頭 這一些津貼的項目 那個所謂適應的情況 當然 大家在過往的討論都幾經常提到一件事 就是過了一段幾長的時間 我們沒有去看我們那個中環制度裡頭的細節 那現在今次我們去檢視的時候 也都去看回到今時今日 在現今的社會 所謂在香港的基本生活的保障 是應該包括些什麼呢 所以明顯那些所謂特別的津貼、補助金等等 都成為我們今次檢討的對象 的原因是這樣 所以也都不只是適用於幾多歲以上的人 至於你說在勞工處 因為始終那個中高零就業的計劃 就是在去年的9月才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的資料都是很有限 不過我們希望將來可以做得多些 就是大家知道在勞福局屬下 有三個的單位都是在做跟這些就業輔導有關係 包括了社會福利署 包括了勞工處 也都包括了載博訓局 我們都希望那個工作 是能夠更加可以結合到 令到那個成效可以進一步提升 多謝主席 好,接著來是陸仲雄議員 多謝主席 掌握縱門 由60歲 即是提升到65歲的標準 導致福利差異 以及新的申請人 所享有福利的減少這個問題 就之前我的同事都說了 包括各位協議都說了 我的意見是非常同意他們的 所以我就不重複 想問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附件2裡面都說過很多 一些特別津貼 就是長者比健全的成人多了很多 例如是水費 排污費 租金津貼 租金按金津貼 公共房屋的水電煤氣的按金 半錢津貼等等 其實這些項目 看來跟年齡是否健全都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為什麼這些長者和非健全人士就不給呢 即是有那些健全人士就沒有呢 特別是60至64歲 現在政府搬了定義的那些人又沒有呢 那這個可不可以給回 這是第一個 希望也是在檢討裡面 要回應實際的需要 第二個 關內基金本來就說 理念是填補一些服務空缺的 應該縱援裡面 是一些常規的政策 應該可以照顧到這些人 但是現在呢 越來越多的關內基金的項目 都反而是要支援縱援計劃的 那我相言之 縱援本身呢 就存在了一些服務需求的 就是服務的不足 支援的不足 那特別舉例呢 是那個租金津貼 那這個是好的 但是是不是應該 既然關內基金都做 是不是就是縱援制度裡面 應該包回它 盡快去包回這些 就是現在是關內基金做的項目 那等關內基金的錢呢 就可以用回來去填補一些 所謂服務空缺 Fill the service gap 那個概念呢 那是否更加準確去做回 關內基金的功能 請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多謝這個機會讓我們澄清 關內基金呢 它除了去看現時 我們在各項社會福利的制度以外 不能獲得保障之外 有時都會看回現時 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 裏頭未能夠包含不到的保障 那透過關內基金呢 作為一個先導先試去做 那所以剛才 在講的部分裡頭呢 適合到 譬如在那個租金津貼 那個我們叫做所謂超租 主要的情況都是出現在 先人樓宇那個情況 那當然在公屋都會出現這些情況 不過數目是比較少 主要的情況在公屋呢 就是因為那些的 它本來那個是一個多人的單位 不過呢 因為沒有去搬去一個小的單位 所以它那個領取中援的人數下降 那個租金津貼 就低於那個大的單位的租金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我們都觀察到其中一件事呢 我們都會看到就是說 特別我們過往這二十幾年那個變化呢 特別在私人樓宇那些 譬如一人那個領取中援的狀況呢 在二十幾年前呢 比較主要呢 很多都是住一些我們叫做 一些床位的地方的 那這些床位的御所呢 在今天實力上的數目已經少了很多 那所以很多以前住床位的呢 現在就住了在一些板鏡房 或者是劏房 那所以那個租金呢 就遠遠高過呢 現時我們中援裡頭一個人的那個情況 那所以這些我們都會檢視回呢 透過關係基金那個現在的補貼呢 看回那個實際的數目的數據呢 幫我們去看 將來那個超租的情況 我們如何處理呢 或者那個租金津貼本身 我們是否需要去調整的 那所以有些東西 我們是會去利用關係基金的一些善意的計劃 包括剛剛有提過那個的 那個的入息收入那個豁免那個方法 那個計算的實質的效用呢 都會幫我們考慮 今次整體 就住這個的收入的 入息的豁免那個計算的方法呢 是否可以作一些的改良 好接著下來是潘少平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很多同事都關心 就是在今個月的一號 社署會合資格的六十至六十四歲 健全人士發放的那個就業支援補助的那些意見 其實我也都很認同 那不管怎樣都好 其實今天主要就講那個中援的金額 那就 那你文件其實都是開 第三段都講得很清楚 就說在一八至一九年度 你們是估計中援計劃的經常開支 就是二百億左右 那就 當然 你們都一直提 政府整天都是不時按需要去檢視這個 這個中援計劃的安排 那麼就近年也都改善中援計劃的一些措施 那麼在第七段都有ABCDE 那麼正說其中同事都很關心 就是關外基金 一路就在這個中援的計劃裡面 發揮一個所謂的保留的安排 那麼就有一些關外基金已經行常化的 那麼其中呢 就我主要想跟進一下 就正話都提到 關外基金就在17年 在11月開始為那個 租住私人樓宇的中援戶提供津貼 那麼現在行了一年多 那麼就當然正話局長說 就我沒有聽錯 就是一九年底 這個結束 你們就會檢視這個計劃 那麼就我主要想看看 就現在行了一年 就實際 在這個推行情況 究竟 因為以往很多人會說 一放這些錢給這些私人樓宇的租戶 就會益助那些業主 那麼其實狀況是怎樣呢 還有會不會真是可以加快定這個行常的安排 那麼正話都提到 有很多個項目都是關於基金試驗的 那麼如果你們有沒有計過條數 這些全部放在行常計劃裡面 其實整個中援金額 其實會在二百億裡面會多幾多 那麼這個數 是可不可以 就是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數在這裡 讓我們知道一下 麻煩你 主席 就有關那個租金津貼那個試驗計劃裡頭 暫時我手上沒有詳細的數字 不過大致上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它那個 對超租的處理的方法大致上是這樣的 就是它 譬如那個 它超租了二千元 那麼我們那個補貼就是一千元 超租了四千元 我們就是二千元 所以個人那個數字 我大約印象就是 那個補貼的金額平均 因為它大約那個幅度是說成千多 去到成二千多元的 但是如果去到那些大家庭那個 那個差額是可以接近一萬元的 那個補貼高度 那個差額相當之大 那麼所以這些資料 我們還沒有詳細回來的 我們希望我們拿到這些詳細的資料 然後幫助我們去檢視日後那個做法 因為有些的差額實際都太大了 那麼究竟將來那個租金津貼的怎麼做呢 我們一定要去認真去研究 不過 剛才我提那個 所謂現在的補貼那個方法 因為不是一個所謂百分之百去補貼那個 所謂超租金額 本身就對於那個租客 和那個業主理論上 就不應該產生一個行為的改變 是導致譬如加租或者他就會更加租貴一點 那麼這個情況是不會 理論上不會出現的 不過我們都要看回我們的數據回來 然後我們才作出更加詳細的分析的 多謝 現在有沒有一個初步的數 即是 相關的基金把了多少錢 下去對這些 這些所謂的試驗計劃項目裡面 主席暫時手道上沒有這些數字 主席暫時手道上沒有這些數字 好 接著來是小家中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今天這份文件 我覺得不太更新的 雖然它寫一寫到一月 但是 其實 我們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那個 補助金和特別津貼的檢討 那個範圍 進度 包括落實時間 有議員問過 這些部分 反而沒有寫下去 不如就 都是舊調重彈 講回 現在的措施是怎樣的 我覺得 如果能夠更新 我們最新的情況 那就會好很多 另外 我想問一問幾個具體問題 就是 前陣子 關於長者中緩所引申的風波 裡面 有兩點想了解一下 第一點就是 關於 道指華 那個 2月1日是執行 但是現在又不知為何要延遲兩個禮拜 這樣 這樣 是不是因為表格還未完成好 還是怎樣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 林在理處長可以解釋一下 是不是真的延遲了兩個禮拜 才執行 才推行 對我來說 當然 延遲一天都是好事 如果是延遲了兩個禮拜 這麼好的消息 我應該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第二點就是關於那個表格 更新計劃那個表格 是否真的會用那些字眼去執整過呢 是不是不再用一些那麼負面的字眼 而轉用一些正面的字眼呢 是否會是如此呢 第三點就是問局長的 就是在整個檢討裏面 那個 我之前呢 都在報紙裏提過 我和你都提過 就是 會不會移動到不同的 Stakeholders 包括是 最好當然成立到一些工作小組 是讓大家一起去參與 因為你知道整個中緣的檢討裏面 有二十幾年來呢 很多團體 很多學者 很多人士 都提出過很多不同的意見 雖然那些意見都講了那麼多年 但是如果真的現在有機會去修訂的時候 可不可以成立一個小組 讓他們可以參與 而不只是我們福利事務委員會 稍後可能會有公聽會 就是供應這種形式那麼簡單呢 三部份 麻煩主席 政局長 主席我先回答一部份 第一就是 就是關於那個年齡的修訂 就二月一號就殺行了的了 有關那個的所謂轉介的安排 就是這個新入就業支援計劃 裡頭的那個 稍微要押到 我們稍後就會跟那些業界去講解 那是那個押後 就是我等一下等林再次長 再和大家交代有關那個表格等等的事情 至於這個問題 第三部份就是 就是主席 事實的而確 我們在過往是 就是不斷都聽到的 團體的意見 不要說 就是關於 怎樣幫助有需要的人 特別在中環裡頭的制度怎樣改善 就是這些意見 我相信是沒有停過的 就是 不要說最近 我相信過往十幾二十年 不斷都有這些聲音 這些意見 我們都會參與 我們都會繼續歡迎 社會各界人士 就著中環制度裡頭有些什麼地方去改善 去給我們意見 那麼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也都會去 譬如說 當我們對於意見不太清楚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責任去澄清 我們都會盡量去跟那些持份者 或者有些有意見的人士 去作適當的溝通 我等我們 作為處長去補充他關於表格的問題 好 多謝主席 那我想講一句 就是關於自力更新計劃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著六十至六十四歲的人士的話 我們的安排 其實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安排 就是如果教十五至五十九歲的人士 那麼我們都正正因為這樣 在那個表格上 也都有些措施 我們是暫緩則核的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都聽了很多是業界的意見 我們是需要重新再去編定那個表格 亦都是請邵議員放心 我們都聽了大家的意見 就是關於那個表格 或者是他怎樣是可以比較 是令到他更加鼓勵性去參加這個計劃 那我們所以就不希望在一個太闖絕 去到跟那個表格 亦都是聽了業界的意見 亦都是持份者的意見 我們現在都是著手做那個更新 更新了之後 我們都希望跟我們自力更新 參與計劃的營運機構 大家先好好溝通了 大家明白了是怎樣做 或者清楚了怎樣做 我們才會推行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星期 亦都會有一個時間 其他同業界營運機構 大家去談談那個表格 亦都是一個比較詳細的指引 我都再重申 因為我們這個受住六十至六十四歲 我們都聽了很多的意見 我們都因應他們的情況 希望是怎樣有一個鼓勵的形式 是希望幫到他們參與這個走業的 是 主席我希望更新表格 更新完之後 都第一時間給福利少委員會 看一看好嗎 可以嗎 主席這個沒問題 好啊 謝謝 接著下來是鄭重泰議員 對著直 我其實想跟進一下 關於居港未滿七年的人士 申請縱緩的問題 現在縱緩的申請總數 大概有19萬8千左右 根據在1月31日 局方去書面回覆 來的 回覆葉劉淑議員他的查詢 現在是過去五年 總共有大概2萬2千宗 18歲或以上 居管未滿七年的人士 申請縱緩的一些個案 其中一半是獲批准 佔這個縱緩的申請數目 是超於一成 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這個五年的數字 我覺得其實有參考價值的 我想問 局方其實有沒有了解過 一些 與一成的個案 他們那個 背景 或者那個大概的 例如舉例 裡面有1萬1千多宗 佔多少長者 縱緩的份額呢 多少是家庭縱緩的單位 形式去申請呢 因為那個都牽涉下去的 就是 其實不單止是那個 縱緩的補貼 或者那個制度 怎樣改善 因為其實始終這一批的人士 他們來到香港一年的時間 就要去到申請一個最低的安全網去補助的話 那那個 證明他們生活非常之艱難 那問題的就是 就是說那些五年裡面有沒有其他的措施 可以幫助他們 適應香港的生活呢 那這個才是我覺得 藉著這個數字可以看得更多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 這個數目 有沒有一些更加多的資料 或者背景可以 現在可以透露得到 麻煩主席 蔡主席 因為今天這個議程 我們沒有預備 有關的手上的資料 在這裡 我只能夠用一些簡單的記憶 不過可能都不是太作準 不過因為我希望 議員去閱讀那些數字 有幾點要清楚些的 第一點就是 很多時候的數字 反映在中環的住戶裡頭 裡頭有一些我們叫做 未滿七年的所謂香港的居民 不是一個所謂申請裡頭 裡頭有涉及這些人 就不等於是那個是一個申請人 不等於那個申言是一個申請人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 本身那個新增的一個新來港人士 如果他入了我們的中環系統 很可能是那個家庭本身已經是一個領取中環的家庭 只不過有新增的家庭成員 又同時符合了那四十幾個星期的居港期之後 就列入了在我們的有關數字 希望大家要明白那個數字背後 就不是代表整個家庭都是新來港人士的機會 主席 我明白當中可能會有這樣的組合 所以我才會問的是 其實現在這個基本的書面回覆 就是令到那個坊間或者大眾的反應 是有一定的反應 似乎放寬了那個申請的年限 由七年變成一年的時候 因為是終審法院的判案 2013年 那是有月一成的人 是叫做申請這個縱緩 又是未居港年滿七年的時間 那現在我想問的是 其實當中有多少背後的圖案 是類似局長的意思所說的 有多少 只不過可能是有一個家庭成員來了 然後令到家庭本身在申請中緩的 卡住了這個裏面 還是說他本身不需要申請的 但是有一個多了之後 那他就要整家要申請呢 那這個是我覺得 基本是 是個數字上的理解的方向來的 還有尤其這個不是單純 是那個縱緩申請數 就是我覺得不需要 是很民粹的方向 純粹的就是說 如果是一年來到香港 不能夠適應的話 那這個是反過來去想的就是 我們有沒有其他福利制度 可以幫到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 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個很合理的方向去思考 雖然跟今天的議程未必有直接相關 但看看局長有沒有有沒有 有額外的補充 主席正如剛才我最初答到 因為我手上是沒有準備這些資料 所以提供不到有關的資料 主席如果可以的話 麻煩局長會後提供 主席我希望都被輸出幫忙 因為我們要記得 究竟剛才議員所問的問題是什麽 原來我們才容易去回應 我們會再提醒你們的了 放心 趁現在我們的會議室救人 我們先處理了動議 好嗎 首先我見得到 有邵家樽和張千鴻都分別大家做了動議 我們先處理邵家樽副主席的動議好嗎 副主席會不會導致你的動議 好 麻煩主席 本會促請有關當局 需要重定部分補助金 及特別津貼的資格和水平 以解中緣人士言為之急 一 恢復一般成人及兒童的資格 讓他們可領取長期個案補助金 協助更新內用品 或應付其他必須的生活開支 二 將一般成人及兒童與其他殘疾人士及長者看齊 可按需要領取特別津貼 包括一 健康相關津貼 眼鏡 魚 眼鏡 牙科等特別津貼 二 房屋相關津貼 例如搬遷 租金按金 水電煤按金等 三 就業相關津貼 例如每月電話費津貼 三 政府應透過每月補助金 增加兒童、單身人士 照顧家庭人士及失業低收入人士的補助金 謝謝主席 好 進入處理程序 贊成這個動議 請舉手 好 一致通過 接著下來是張超雄提議的動議 請張超雄議員多多 好 多謝主席 鎑於轉換制度下的特別津貼 皆針對基本需要 包括了租金按金、水電煤石油器的按金 搬遷津貼、眼鏡費津貼、牙科治療津貼、電話費安裝津貼、更換電 家居電話費津貼和長期個案補助金等 而且有上限按需要地發放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無需檢討 立即恢復發放與健全成人及兒童 政府亦應立即檢討 縱緩租金津貼、離定機制 將超租的貧窮住戶 在租住私人物業者的比例 大幅下降至一成以內 此外亦應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 重定縱緩標準金額 好,處理程序 贊成,動議請舉手 好,試了一次通過 我們進入我們的提問環節 接著下來,還有張超雄和楊岳橋 先請張超雄議員 多謝主席 政府應該檢討的事情,但不檢討 現在要檢討的就是所謂的特別津貼 但這些特別津貼,剛才我動議 和邵家俊議員的同意都說得很清楚 是針對一些住屋,一些健康 和有關就業的相關基本需要 我們看不出,為何只是健康欠階 和殘疾人士或年老的長者 才需要這些津貼 我不知道,羅局長 如果需要戴眼鏡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基本的開支呢? 牙科需要治療,牙齒需要治療 是不是一個基本需要呢? 而這些的基本需要 是不是不會發生在一些 所謂健全成人 或者健全兒童的身上呢? 即是我們 這件事是由 你們1999年 在沒有檢討下 突然間削減了 本來所有人都有的 你們就強行說 他健全成人和兒童 那就撕走他 是亂來的 根本就要撥亂反正 你研究些什麼呢? 你的研究已經 社聯剛剛做了 今天也交了來 主席 我們多謝社聯 在去年的11月 是很新的 他們都顯示 很多人 其實大部分人 過去三年都搬過屋 都需要搬千瓶貼 需要按金 他們很多人也都出現過 牙齒的問題 有眼鏡的需要 當牙齒有問題 他七成的靠食藥止痛 有很多呢 就索性 剝了算數 就不去做其他的 更加 對他健康好些的相關治療 這些事情 我們覺得簡直是不人道 那你根本需要什麼研究呢? 你全面恢復就可以了 你要研究的呢 就是你現在脫了折的租金 你的租金跟市場脫歐的 超過一半的縱門 在私家樓租住的超租戶 那麼你這麼多年來都已經脫了歐 那你那個要研究 還有整個基本生活的需要 你是脫了歐 你是要研究 這些你不去做 所以我的動議已經講完了 我不知道局長 可不可以回應下 你還有什麼需要研究呢? 你除了要全面恢復之外 你還需要研究什麼呢? 是不是牙痛 只可以發生在殘疾人士身上 其他人是不會有的 長者才會牙痛 殘疾人士才會牙痛呢? 主席 一般我們做政策檢討 當然要看回政策有關的 譬如相關的文件 這麼多年來 我們有關政策背後的理念 考慮的問題 到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要轉變 有關政策的時候 當年所提出的一些講法 一些看法 今天我們要怎麼看呢? 是否繼續適用呢? 是否成立 需要更改呢? 所以這些工作呢? 都是要從一個政策上的 我們叫做連續性 我們都要去做的 所以 因為也都要在任何檢討的過程裡頭 政府的內部都需要做一些 我們必須的所謂政策制定的程序 譬如包括呢? 因為譬如很多的修訂 今天大家提到 譬如九九年 或是之前的 有關中緩的檢討裡頭 都是經過譬如行政會議通過的 所以有關的工作呢? 我們當然首先就要內部作出 內部的討論 分析 然後要經過這些程序 然後才會作出有關政策的修改 多謝主席 這些檢討我想是為了 政府自己的面子工程 只是落台街而已 但是呢 就找了些窮人來辛苦 即是今天你就將 六十至六十五歲這一批呢 強硬剝奪了他這些基本需要 根本全部人都需要的 我真是不明白 你還要等到年底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 你牙痛等到年底才醫治局長? 主席正如同事所說 就要政策的問題 我相信 我剛才解了那個程序 我們要去做有關的工作 當然我們也要聽 社會各界的意見 我相信也不可能 說我們不聽任何意見 就是作出有關的決定 多謝主席 好,接著來是楊岳橋議員 謝謝主席 就是上次特別會議呢 主席,局長就在這裡講過 說沒有聽過 有僱主會不併用 六十至六十四歲健全健康的人士 當然我相信坊間有很大的意見 當然也有傳媒 其實昨天也有報導 有嘗試找一些六十四歲的健全健康的成年人去嘗試去找工作 當然是碰壁 我想針對文件的第七段進一步想請局長講講的 就是中高零就業計劃呢 其實由九月開始 優化了之後 到現在 都已經是五個月了 超過一季 當相關的津貼是六至十二個月 如果真的開始的話 其實都已經過了一半 甚至快要完 如果六個月那些 但剛才局長在回應其他議員的說法 就說暫時資料有限 我想了解一下資料有限在哪裏 現在是否任何相關的資料都不能提供 包括有幾多個是登記了 有幾多個僱主是登記了 我們是可以給津貼的 或者有受惠的人士有幾多等等 這些是否完全都是欠逢的資料 主席 市長 主席多謝楊建源的問題 也給我一個機會再澄清 因為如果就這樣講 某一句說話 這個的確會引起很多的誤解 事實上我在很多場合都提過 事實上年紀越大 找工作越難 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香港的現況 而很多時候我們也知道 很多時候因為一些年紀年長的人士 尤其是他離開現有的工作 要去轉業的時候是困難的 所以正正我們那個中高齡的就業計劃裡頭 是最重要的介入那個地方 是希望那些僱主可以 不要因為他純粹因為他的年齡 而可能是因為他不夠經驗的話 可以提供一些的培訓 提供一些的津貼給那些僱主 希望就算他請那個人 不論他什麼年齡都好 特別是一些中高齡的人士 他就可以有一個津貼 令到他可以減低他 因為聘用一個沒有經驗的人士 那時候那個所謂的障礙 這個是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項目做到的 在較早之前已經提供的數字給大家 就知道在中高齡的就業支援計劃裡頭 在頭屋三個月的情況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再更新的資料提供給大家 主席 我想了解局方是否掌握坊間的僱主 是不是知識有這些津貼 這個其實是我們上個月在討論 將這個門檻由六十去到六十五歲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 就是社會的基礎是否準備好 尤其是僱主是否知道他有這樣的權利 他可以做很多事的 那局方的掌握是多少呢 其實或者柱方有沒有做足這方面的宣傳 是等社會上面中小企 或者我們就以茶餐廳為例 那些茶餐廳未必知道的 那有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們才去將 其實上個月的討論其中一個就是這裡 就是我們做好準備功夫沒有 那這一方面 柱方有沒有說我們加強回宣傳 去等多些僱主知識呢?主席 主席 也都好多謝立法會在多層次的討論 不斷去提供有關的提問 和我們提供的資料 實際上在任何場合 我們都盡量去告訴我們的僱主 甚至我們是做一個其中的工作 是這樣的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 譬如那些找工作的人 利用我們勞工處的資料 他自己走去找了一份工 因為他曾經上我們的資料 所以我們會知道 可能他就找到這份工了 於是我們就直接 就由勞工處去接觸僱主 告訴他 我們有這樣的計劃 你會不會去申請 所以那個是很主動 不是讓僱主自己走來去申請的 當然有些是更加具體的 因為他本身就是勞工處去搭 我們叫做搭線 幫他找工作的 這樣的情況 亦都更加主動告訴僱主 不過呢 上一次也提供的資料 就是有部分僱主 雖然知道了 收到有關的邀請 他都不申請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需要 這個情況也是出現的 但是現在有主席 勞煩我一點點 我想進一步跟局長談 那麼現在有多少個 處方掌握到 有多少個僱主 有多少個知識到這些東西的 你有沒有一個標準 是希望有多少間 中小企是會知道的 有沒有這樣的方面的KPI 讓大家可以知道 處方其實盡了最大的努力 我們說來說去都是希望 政府做足要做的事情 主席 手上我們沒有去搜集這些資料 因為要回答到 楊議員的問題 我們要做一個調查 問回所有全香港的僱主 即那三十多晚的僱主 有多少人知道 我才能夠答到這個問題 但我們沒有做這個調查的工作 好 我運用主席權力延長會議時間15分鐘 好 接下來是柯創成議員 好 多謝主席 主席一直以來聽局長的答覆 就是Sorry局長 我感覺到你的答覆 真的相當之離地 比我的感覺更加是很冷漠 局長其實檢討中門的生活津貼 或者補助金 我自己經常強調一件事 真的要重新去全面看 剛才有同事提到那個租金津貼 我非常之認同的 你在文件上面所說 就是說公屋基本上可以涵蓋97% 但私樓我看回數字 是40%而已 確實香港人有一個雜性的 自力更生很強的 有頭髮都沒有人想要辣蠟 這個我一直都強調的 但我看到其實真的來拿中門的朋友 確實我們在地區接觸 他們真的遇到一個很莫大的困難 現在的租金津貼 令到他們的生活 是真是百上加根的 剛才我聽到局長說 這幾個說法 資料有限 要內部分析 要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 你這樣說我們明白的 但實際上我期望你在檢討過程裏面 是不是要全面看一看 這個租金津貼 特別是私人樓宇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 私人樓宇的租金 你見到是不斷飆升的 居住環境很差 住得很小 但是住得很貴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一點 真是今時今日的香港 真是很難幫到一些基層市民 這一點我想一個表達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你 就住這個租金津貼那方面 你們還需要用什麼的方法 去收集一些不同的資料 從而 從而就是會全面去看一下 這個租金津貼 另外 牙科津貼的問題 剛才同事都表達了 牙科津貼這件事 我們自己地區接觸 其實有關愛基金 就補到一部分的 即是叫洞洞位 但實際上 有些人受不到關愛基金的年齡限制的話 其實在牙科津貼上面 都是要過五關斬六仗的 我知道可能處長一個酌情權審批 那究竟處長運用這個酌情權的時候 不論剛才所說的租金津貼 以至乎其他津貼 他用什麼標準和準則 用這個酌情權 真是可以體現以人為本呢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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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不過我剛才回答其他議員都提到, 其中那個變化的百分率, 特別是先人市場, 是一直升到現在, 有六成都是超租的, 其中最主要就是居住的模式的變化, 而到租金的上升, 在過往我們那個調整, 純粹是看市場租金的變化, 是反映不到出來的, 因為以前很多是床位的御所, 其實二十年前是很多的, 現在通常已經是住在板間房, 現在以前住在板間房, 可能現在已經住在劏房, 所以那個居住的模式的變化, 而導致實際上租金津貼現在的水平, 和那個市場實際上發生的那個, 是有一個明顯的差異, 所以這個我們會透過我們手上的資料, 特別包括在關係基金, 這次做那個我們叫超租的補貼, 所得到的客觀的資料, 讓我們去看, 究竟我們需要怎樣去處理超租的問題, 甚至是關於租金津貼的問題。 牙科的問題, 我相信不單是任何的人士, 全香港的人士, 看牙都是一個挺牙痛的問題, 因為都需要時間去約時間, 我們今次的檢討裡頭, 是會看所有這些補貼和津貼的部分, 當然是關於牙科的部分。 好, 著情權未答。 主席, 如果著情權我們可以清楚列出那個準則, 它就成為指引, 就不是著情, 所以一般著情權的運用, 就是在現有一些清楚的準則, 未能夠制定之前, 才會去做的。 如果那個準則是已經能夠清楚說明, 講明的準則, 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指引的部分。 主席, 我想期望, 局長或他的同事稍後補充多些資料給我們, 即是在過往那些著情權運用, 以至乎是不同的個案的情況, 即是讓我們都可以掌握一下, 他的著情權是怎樣去處理好嗎? 成美聲。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資料, 會後我們去提供。 好, 第一輪發言, 最後一位是我的, 所以今天當然要追問局長, 因為今天是2月11日, 亦都意味著長者縱緩門檻, 即是收緊之後的日子, 即是今天又很好笑, 因為我們的委員會討論, 就是防止虐老,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特別津貼, 補助金等等, 即是我們批評政府帶頭虐老, 因為事實上現在的客觀效果就是, 60至64歲的長者, 如果去申請CSSA, 他會失去一些特別津貼, 我知道局長你一定知道的了, 我們就這樣數手指數到可能, 接近8樣的特別津貼, 你知不知道大概有哪幾個特別津貼? 請局長。 我印象應該是14項的, 其他就對於這些健全的承認是不受影響的。 明白的, 但問題是在於就這樣數最基本, 最容易影響到大家的, 按金呀, 水電煤呀, 電話費呀, 牙科等等這些東西。 簡單而言, 現在60至64歲的長者, 去到社署, 去申請縱編的時間, 是否代表他們已經沒有了這張貼? 呃, 出席, 不是, 我相信七成的, 60至64的長者, 如果是新申請人士, 都不受影響,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健康欠佳呀, 或者是我們叫做殘疾的人士, 那他們基本上不受影響。 你這個說法的, 可能只有兩至三成的健全, 有工作能力的, 一些六十至六四歲的人士。 你這個說法問正正, 剛才局長你要補充了, 有兩至三成的人, 始終是受影響, 也都意味著他, 呃, 當然剛才局長一直強調, 年底就會, 即是有檢討, 檢討之後有什麼世界, 我們未有人知道, 但現在放在眼前, 我們視作近乎一個空窗期, 即是他去到, 抱歉了, 你有, 即是有那個就業支援補助金, 我們給回你的, 但的而且確立剛建已經沒有了那些的 特別准貼, 我們不給你的了, 我想問, 局長會不會考慮, 至少在這個空窗期裏面 可以考慮給他們, 那裡佔你的錢又不多, 既然你們都補獲, 為何補一半獲, 不補另一半獲呢? 主席, 政策的制定和更改, 我們都是需要一些時間去看的, 而這些因為有關的政策的修訂, 都已經過往是不同的層面, 譬如經過我們, 譬如行政會議通過等等的事情, 所以要做任何這些的工作, 我們都要做好有關的分析和功夫, 制定相關的文件, 即是通過政府的內部, 通過了才可以作出有關的修訂。 看來又未必, 局長, 甚至這個就業支援補助金 都是從天而降爆出來的, 即是政府能夠補一半獲, 為何特別津貼都要這麼沽寒呢? 即是其實現在, 我相信委員都是有一個共同的說法, 而且客觀效果就是, 是他們60至64歲的長者去取消滅施基金, 我當你有七成人本身有身體的毛病, 他們可以繼續不受影響受這些特別津貼, 但至少有三成都會是職業服務的市民, 他們會失去這些特別津貼。 現在我們的訴求很清晰, 政府既然2月1號實施了, 又付回就要支援補助金利 為什麼這些特別津貼不可以放下身段、放下免資 還付回我們的受助人呢? 真的跟免資沒有任何關係 真的跟免資沒有任何關係 這些項目本來是在制度裡 是經過一些程序 然後去決定不適用於健全的成人 所以這個政策的連續性 我們都要去考慮 在作有關修改的時候 要經過這些討論 事實上現在擺在眼前 社會的共識都很清晰 究竟六十至六十四歲的朋友 是否是長者朋友呢? 而這次政府收緊長者門檻 的確是人神共憤的了 既然是這樣,我們又看到 魔鬼在細節,特別津貼又未補回 現在訴求清晰 我想問局長是否拒絕 去恢復這些特別津貼呢? 主席我們會去檢討有關那些津貼的部分 好,明白 第二輪還有我們的邵家津議員提密 請邵議員 謝謝主席 新年流流,大家都禮貌周周 你是多謝立法會 不過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多謝立法會的話 就應該在立法會的一些動議 或者一些通過了的議案上 應該是有一些正面的回應 又要說回1月17日 立法會大會 跨黨派共識 51個yes role 去支持,做一個全面檢討中緩 特別是基本生活的需要調查 現在政府仍然不肯做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這個標準金的調查 令到釐清中緩金和一般市民基本生活的差距究竟是怎樣 既然你不肯做 我覺得 主席也說得很對 1060其實肯出現 都是一個政治壓力下面的結果 我不知道 會不會 可以考慮一下給那些六十六十四歲的 新領人 可以有 除了他們有就業支援補助金之外 其他失業人士 低生活人士 兒童、單親人士、家庭照顧者 仍然都可以有不同形式 不同形態的補助金 那些照顧者補助金 或者兒童發展補助金 這些 其實 我 都很希望 不用等到你年底之前 那個report出來的時候 才會有 以前你不斷地說 其實我一見到有需要做就做 不用說要全盤一次過做 通過每天我見到有些 流動的時候 就可以補足 現在沒有流動 除了就業支援補助金之外 照顧者補助金 兒童發展補助金 這些都是一些 具體的流動來的 所以 我不知道局長你怎樣回應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都要講這一番說話 另外 就注意剛才講的工作小組那裡 當然聽到 當然有二十幾年來是不停給意見 但是 剛剛那個長者中環風波裏面 其中一樣東西希望你學到 就是 那個Cific Engagement 就是那個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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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年齡人怎樣 怎樣調整 這些全部可以談的 不過就是要有公民參與 業界的參與 市民的參與 市民的參與 持分者的參與 這個應該是上次 整個 整個風波 最緊要學到的功課 就是這個 林鄭特首說要反思 其實反思也是一樣 怎樣可以 就是讓公民有足夠的參與 所以 不是說意見聽了很多 我知道聽了很多 但是怎樣可以讓大家參與 去做回這一件 大家久違了 等待了很久的事 所以這個都是我 用最後的時間 想跟你講的 一個意見 局長有沒有回應 聽到你的意見 好 謝謝 我們的題目環節完成 我們今天都沒有其他事項 我們宣布會議結束